而为了防堵疫情的破口 卓西乡公所启动了防疫便明措施 在乡公所前广场设置服务站 由专人收取申办文件 或者是相关科室人员走到户外 民众不用进入办公室就可以递件 减少待在密闭空间的机会 为了防堵Coding 19破口 卓西乡公所启动防疫便明的措施 在乡公所前广场设置了服务站 由专人收取申办文件 或是相关客室人员走到户外 民众不用进入到办公室就能够递件 减少待在密闭空间的机会 现在的临时的一个服务区 如果有乡亲来洽工 我们请他在这个帐篷这边做一个等候 那我们会请相关的承办人员来 这个帐篷区来跟他接洽来受理 然后就把一些相关的资料 或者文件带进去整理以后 完成了再就是交给我们的乡亲 带回去 另外也为了公所人员的安全 相公所也分流人力到不同楼层 以及图书馆活动中心等办公 我们的办公处也做了那个 我们承办人员的一个分流的一个办公 有部分的人已经到多功能服务中心 多功能活动中心 还有部分的人到图书馆的二楼 去分流办公 这个也是按照上级的规定来做这样的一个分配 秘书表示公所人员统一 前门出入口进入公所需要确实登记 戴口罩手部消毒 体温过高者不可进入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务必做到防疫滴水不漏 记得高双双佐西湘采访报道